我痛恨自己长了一张中国脸 2018年,美国华裔女记者上窜下跳,抹黑中国 但在不久后,她最爱的美国却拔掉了她母亲的呼吸机樊佳洋 樊佳洋虽然是重庆姑娘,可是父母离婚后就去了美国生活 没想到,这个举动改变了她的一生,就连她的价值观也被重塑了 在国内的时候,家人的生活十分贫穷,去了国外时,看到了车水马龙,高楼大厦 这让她的心里下了一个决定,以后一定要在这里生活 后来靠着自己的能力当上了记者,做了主编,正式成为纽约客的记者 可是,她骨子里已经坏了,只要逮到机会,就开始挖苦国内的作家 其中一个就是刘慈欣,她甚至下了圈套来让刘慈欣上当 2015年8月,我国作家刘慈欣凭借这本书,获得了被誉为《科幻界诺奖》的余果奖 而在当年的12月,奥巴马有读过三体的第一部《地球往事》 奥巴马早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提到了这本书,称工作太枯燥 她在闲暇之余爱看小说,尤其大爱科幻小说《三体》 《三体》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十分有趣,故事背景十分宏大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平时国会和我的工作,都是在斤斤计较于一些很小的事情 而不是去担心外星人入侵 所以,这个女记者樊佳阳为了蹭一波流量,就去采访了刘慈欣 没想到,樊佳阳的采访从来不往书上谈,而是故意往国家大事方面的话题引导 其目的可想而知,你对X.I.N.John的事情有何看法? 我这次来美国,是想要跟美国的粉丝讨论一下关于写作方面的问题 也希望各位记者向我提问时,也能够围绕这一方面来提问 刘慈欣并不想回答樊佳阳这个问题,便直接避开了,并提醒她 不要再询问一些不合时宜的话题 台下的观众一片掌声,这个女记者太坏了,幸亏作家没有上当 网友说,她是为了啥?于是,樊佳阳开始发布文章《攻击抹黑我们》 还多次表示,自己以身为华裔为耻,为了更好的巴结美国人 樊佳阳选择了记者这个行业,她经常发表仇视诋毁国内的言论 为了博得杨大人的欢心,她竟然不惜自我贬低,还各种丑化黄种人 樊佩在2011年患见动症,需要靠呼吸机和两名护工才能维持正常生活 可是,米国那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因为疫情,很多人都自顾不暇 她母亲已经需要靠呼吸机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可是,年轻人的病人也需要呼吸机 而纽约的医生说,让给年纪小的人,你们另外想办法吧 难以自理的反母被撤掉呼吸机,说法是要提供给更需要的人 请求回家也遭到拒绝,反母孤苦地在医院痛哭 可是,能有什么用呢?在危难的关头还是被抛弃 无论她多么的巴结,就是不管用,人家还是不领情 最终被赶出医院,她还执迷不悟 也不说纽约医院的不好,后来她就在网上求助 很多华人说,你这是又何必呢?连呼吸机都用不上 谁让你出去的?真是咎由自取啊 可是,有好心人就给他们捐了一台,是中国的朋友出手相助的,真的是讽刺啊 可是帮助了她的时候,她是不会领情的 母亲放弃一切到美国,传递给她的是美国梦的美好 但现实却很打脸,她不得不在现实中屈服 很多时候,她扮演着键盘侠的角色,口号喊得很响亮 真正遇到白人的挑衅就认怂了 究其原因,这种现象,难道不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歪曲和崇洋媚外吗? 樊家扬是可悲的,她自欺欺人的干了一件又一件愚蠢的事情 努力成为精神美国人,到头来,却像一场笑话 真正拖累她的不是她的出身,而是她的旧游自取 最近冯小刚,徐帆移民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 不少影迷甚至觉得冯岛赚了钱跑了 明星记者移民不足为奇,但有的人就是立场鲜明 面对质疑,冯小刚并没有像其他明星,名人一样沉默 而是公开回应,只是送女儿上学 她说,她骨子里根本离不开故土 毕竟,这里有她的事业和热爱的生活 很多人给冯小刚点赞 因为她敢说出自己的立场,并没有犹豫 娱乐圈里也有很多明星想出去 可是,有的人出去了就不会回来 这也没关系,你知道不要拉财抹黑就行了 网友说,一个人想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决定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别人总是愿意对别人的生活品头论足呢? 这不是评论的问题,而是立场 樊家阳变成这样,都是价值观坏了 我们也不会欢迎这样的人再回来的 你们认为呢?